台南嘉丽保安宫的开机玉皇宫 建教大典排场相当盛大 刚才看到用1400片乌鱼籽贴成的巨龙龙身 还有上百斤的鱼翅做成的凤凰 让不少民众抢着捕捉这难得一见的画面 而这次的建教被受注目 光是参与的神明就超过了4600尊 现场还有古董车展宛如嘉年华会一样洗劲 巨大的龙身 仔细看身体是用一片片的乌鱼籽粘上去 远看好像是龙的鳞片 这条龙长约45公尺 光是黏完龙身就用了1400片乌鱼籽 让人嘖嘖称奇睁大眼的 还有这只展翅的凤凰 身躯是用一片片的鱼翅做成 头和脖子则是用辣椒和巧克力金币 模样吸睛 原来这些大型的食品雕塑 都是为了庆祝台南嘉里保安宫 开机玉皇宫建教大典 距离上次已经有25年的时间 因此盛大举办 来参与建教的神明超过4600尊 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古董车展 展出有百年历史的福特老车 还有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用机车等 吸引民众来观看拍照 也让这次的庆赞方式显得更特别 华尔鲜网 陈信仁台南报道